冬瓜、花甲和豆腐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喝的汤 首先准备花甲半斤左右 先装入盆中 放入一勺的食盐 然后用手慢慢的翻拌均匀 翻拌至汁水变得比较温肿 然后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慢慢的清洗干净 然后装入盆中 倒入清水 放入少许的香油隔绝空气 再次浸泡十分钟左右 这样泥沙就会吐得非常的干净 接下来准备小料 小葱几根清洗干净 把葱白部位切成粒 切好后装入盆中 葱叶切成葱花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再准备适量的生姜切成姜片 再准备半斤左右的冬瓜 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准备一块钱的豆腐 丰富营养和口感 然后再切成粗粗的细条 最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丁 切好后装入盆中 倒入清水先浸泡上 先把浸泡过的花甲倒出 再用清水稍微冲洗几下 看一下这颜色特别鲜亮 泥沙基本上就没有了 接着起锅 把锅烧干后 放入少许的猪油 用猪油做出来 味道会更浓香一些 油热后下入姜葱 偏扁炒出香味 姜葱扁炒至微黄 接着下入空干水分的花甲翻炒 这一步保持中小火 大概要翻炒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通过翻炒 可以去除花甲的一些腥味 留下的是鲜味 再烹入少许的料酒去行增加 继续翻炒几下 扁炒至花甲露出微微的笑容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开水 一定要倒开水 切就不要倒凉水 把表面这些浮沫一定得打掉 不要 熬制一分钟左右 先倒入切好的冬瓜片 然后再倒入空干水分的豆腐 大火烧开后盖上锅盖 保持中小火炖至十分钟 十分钟后打开锅根 这些食材已经炖得比较熟了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或少许的胡椒粉去行体味 用汤汁先和化 这样防止胡椒粉有疙瘩 再放入一些滋补的枸杞搭配颜色 最后开大火炖至一分钟左右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就可以关火了 花甲冬瓜豆腐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